定载运通 全国陶志宝 大家早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上午的三观破阵 我是周永洲老师 好了 那大家也看到 今天的天狱直接亮灯暂停 表现非常的不错 那当然这个都是 我手上的一些基本持股 那如果你在上个礼拜 我放假好像是星期几了 如果你还要特别注意看我的节目 来 打包帮我带过来 在7月28号那一天 有没有看到 那一天有没有看到我的测标 航运转强看哪一支 是不是看望海 电子落底看谁 看天狱 我记得我那一天有跟他提 我说因为我现在讲的事情 是还没有发生的 所以很多人在心里面 一定是一团迷雾 你心里面想说 为什么要看万海 为什么要看天狱 那我不能看其他的股票吗 你们现在知道 为什么要看天狱了吧 懂吗 因为我这么跟大家讲好了 大家知道吗 我的节目叫三观破阵 很多人搞不清楚 三观破阵看什么 这个跟我们平常什么在讲的所谓人生三观是不一样的啦 什么价值观啊 什么什么观等等这类金钱观什么是不一样的 我的三观破阵强调是什么 观型 观视还有观器啊 那当然以形来讲顾名思义 我们就可以知道 就是看形态 比如看这只股票到底是不是在底部 还是在大涨中 还是在做头 还是在盘整 那观器 这个就比较复杂一点 看了就是现在整个市场的一个氛围 就要比如说 记不记我上个礼拜跟他提到 为什么现在要搞一个小鬼当家 最主要就是因为说 来 我们来看一下你看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今天涨停满的股票 我临时看了 你们试一看来 导播来我们切块一字一再看 你看这叫以华 请问一下股价多少 29块股本多少 9亿 信辉32块股本16.7亿 好 宏光11块 我们看到11块股本16.2亿 好德上礼拜就涨停 今天一字版 你们看到38块股本5.9亿 利敏15.6 股本6.3亿 信果股价比较高一点点 11.5亿 还有天狱308 是目前来讲 涨停满里面最贵的股票 股本18.18亿 还有你看九七174块 但是你看股价虽然贵100 但是股本只有3.1亿 有没有看到 我们目前给大家看的 都是今天涨停满的股票 你看股价54块股本2亿 罗森股价三十几块 股本多少 8.9亿 好 这样懂了吧 现在大家懂这个意思了吧 从上个礼拜五 我就发现这个情况 到今天为止 还是一模一样 果然都是小鬼当家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懂了吧 这就是一个气场 去观察现在到底 市场发生什么事情 市场发生什么事情 刚刚懂了吧 这个情形我不晓得大家 有没有经验 就比如说今天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电影 就是说 一个敏锐度很高的一些 那种什么特工 踏进去一个酒吧 就发现到 坐在桌角的那个人 FBI的 坐在那个墙角的是CIA的 这是一个职业本能的嘛 这就是种官器啊 搞不好连吧台都不是自己 都是什么 比如说警察去扮演干嘛 这是一个气 所以大家了解到就是说 我们在做股票来讲的话 很多投资朋友嘛 为什么赚不到钱 我问大家好了 现在大盘在一万七千多点啊 为什么窥屁股了一大堆啊 逻辑上是不对的嘛 照理来讲指数大涨 我们应该是不是要大涨 要大赚 可是为什么很多投资朋友 眼巴巴的看指数上一万八 可是自己的口袋的股票啊 却是在一万点以下的股票 一堆啊 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啊 我这边要跟他强调就是说 今天你要看老师的节目 当然每个人看节目的立场 跟出发点不同 有的老师可能就是 秀他的专业 跟你讲很多基本面 但是别忘记 基本面是有迷思的 你在一万点讲基本面有用 在一万八千点讲 基本面不一定是有用的 再来理念 你要搞清楚这个老师 他在卖什么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一个最盘势研判的一个什么 专业程度嘛 而这种专业程度就是惊艳了 所以你看到为什么 我在上个星期都告诉大家 航运股不是去看什么苍农啊 扬名的你们都搞错了 要看万海 那电子股为什么要看天狱 我相信在28号那天的节目 你们可以去看 我讲得很清楚的 你看有图有真相嘛 我们工会的人说 周大师讲过的股票 要把它印出来哦 好我印出来了 这已经28号 我们看到2021年7月28号 11点半的节目嘛 我们看到 讲得清清楚楚嘛 这样懂得吧 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到就是说 既然现在这个行情 已经不像之前那么好做 那么好赚了 你以为买什么都能赚吗 你以为你今天设飞票就可以大赚吗 没钱没这点好贪的啦 那接下来要怎么办呢 要调整策略 就是为什么 你看我在上个星期 28号那一天我就很清楚告诉你 航运转强看万海 电子落底看天狱 如果你有听我的话 上个星期去押天狱的 恭喜你呀 对不对 你看上个星期都有非常好的买点 可以让你理解 好那为什么是天狱 而不是敦泰 为什么不是联发科 为什么不是其他的一些IC设计 我记得我上个星期跟他讲的很清楚 来打包帮我切过来 我们从天狱的结构来看 我们现在来讲观醒 从天狱的结构来看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这条白色的叫什么 半年线 那你看天狱最近为什么也展不动 当然跟面板也有关系 但是我问你面板跌了一塌糊涂 有没有看到 友达吗 我们随便挑一支友达来看就知道了 面板跌得一塌糊涂 可是你看 友达是不是也倒到半年线 看到这里 白色这条 我习惯用白色的当半年线 比较清楚 因为黑底用白线很清楚 群创也是在半年线 唯一一支没破的就是财经 严格上来讲财经比群创还要友达强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为什么天狱现在也不会大涨 最主要就是因为跟面板的情况 是很类似的 可是以天狱的格局上来讲 又比友达又比群创 还有比财经强太多了 当然因为它比较偏上游 它的毛利又好 营收又好 所以当然它比较不会像面板跌得那么深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格局就是说 从整个去年来讲 你看它从10月份 从去年9月份这边 这边是30 我们算33块比较好记 你看涨到395块 涨了几倍 涨了12倍 在大涨12倍的过程之中 当然价水量真 可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高档这里没爆量 有没有看到 如果说395块 已经是天狱的高档的话 那你告诉我 为什么这边没有量 照理讲应该像面板一样爆大量 你看哦 面板在大涨的过程中 你看以友达来讲 高档是不是爆大量 表示这边有人出货 大家懂这个逻辑吧 记不记得之前 我在跟他讲敦泰的时候 他还没印象 我说我认为敦泰这边绝对不是高点 这里绝对不是高点 为什么 因为这边高档都没爆大量 表示主力根本两个高点都没出货 所以他当然拉回整理量 说之后再酝酱一波 你看果然光到298 同理可证 好 没有看到 天狱高档没爆大量 没有 表示什么 主力没跑货 没跑货的原因 当然我们不需要去追究 但是一打下来这边 果然你看有人承接的大量 可是说高档有人不卖 反而搭回的时候 大家拼命的买 那你说 以他最近来讲 整理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在酝酱之中 那你说 以目前 就是我上周有讲 以目前来讲 IC设计的高价股来讲的话 普遍来讲都有拉回的疑虑 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一档一档去点名 你们自己去看 那我问大家好了 这个行情 如果说少了高价股来做陪衬 说真的这个行情会有点虚掌 所以这个时候还是需要一两支 高价的电子股来撑场面 懂吗 我问大家好了 你今天去一个场合 你去一个party 你身上没有一两件名牌 身上没有一两件行头 能看吗 就算衣服是租来的 好歹包包要是给LV的吧 就是这个道理 大家懂了吧 一个多头的趋势行情之下 不可能都靠那些低价的电子股代撑 那看起来很奇怪 不一定是低价 不一定是说靠低价股在撑 所以盘面上 他一定需要一两支稍微高价的股票 而且最好是基本面好的股票 来维系盘面 你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吗 至少要让大部分的投资朋友相信 基本面还是有可取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我上个礼拜会跟大家讲 看天狱 而不是去看别的股票 这样懂了吧 所以你看 不管是万海或天狱 你看 我在上个星期就精准地跟大家提到了 这就是所谓周老师的什么 官室嘛 懂了吧 那个屈性 知道吗 我官那个办事站起来 你就知道说 哇 这些股票好吗 就是这种道理 所以我觉得做股票是这样子 就是说当然 我觉得就像很多人会跟我聊 周老师我用我的方法也都能赚钱 这个我都很开心 反正只要会赚钱的方法 你就持字以恒 也许我的方法不一定适合你 懂吗 但是如果你手上有一些好的方法 是可以让你自己在股票市场里面获利的 我认为只要是好方法 你就持字以恒 这样大家懂得 所以我也不太会去干预你是怎么做的 但是当然我的做法你是绝对可以参考的 好了 既然今天天狱已经符合掌庭 符合我的预期了嘛 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只棒打落水狗的万海 上个礼拜这两天扫码加入粉丝团求救的 我发现都没有人求救万海 都是求救这两只 但是长龙 杨敏可见的 可见的大家都没有在听我讲 你还是去押长龙了 你还是去押杨敏了 反正押万海的人很少 结果事实证明万海是算比较抗跌的 我今天还是有持续的逢低接 我们不能讲加码就低接 反正上礼拜有做价差 那今天把它接回来 好 我当然不是鼓励你先去买这个股票 我不能去操作股价 不然到时候又有了一些麻烦 来 我们来讲一个重点好了 为什么航运要看阳明 电子股要看什么 不对 应该是说IC设计要看天狱 不可否了嘛 这两支股价 第一个股价都高 基本面好不好不用我多讲了 对不对 万海光上半年就赚了十几块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得到就是说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很重视基本面的人 我这么讲好了啦 如果你是那种公司不赚钱 你不打死不满的那种个性的话 那简单嘛 公司越赚钱 照理讲你应该要以这样子的股票 作为一个什么 你切入的一个重点嘛 就比如说我们在聊金豪科 我当时是不是讲 我说金豪科当初在公布他半年报的时候 那时候股价是压回 我记不记得我跟他送了大家一句话 我说一家公司营收创历史新高 股价不涨 天理难容 连我都看不下去啦 果然你看 金豪科就大涨到两百块 表示什么 表示说是市场上英雄所借略同之人 还是相当的多的 那当然我眼光独到 我很早很早很早就告诉大家 对不对 我们一百二十几块开始切入金豪科 那当然那后天要除息啦 看有没有高点啦 看有没有高点 好 这都已经不是重点了 现在跟你聊六月份的金豪科 可能有人听不下去了 大家比较关心后面的事情 所以我现在跟他提的就是说 接下来的操作 我不能说很简单 的确是有难度的 这真的是在考验一个什么 你选国的功力 还有你布局的策略上的调整 这也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要推一个小鬼当家作战计划 这个作战计划的用意 出发点就已经很清楚地告诉大家 第一个 大盘如果进入盘整 你们觉得当大盘进入盘整的时候 谁的表现比较有空间 是台积电吗 是鸿海吗 是台达电吗 错 刚刚不是给大家看了吗 亲爱的来欣赏一下 今天掌天板的股票 你告诉我这里面有权重股 一支就没有了 目前来讲只有两支股价比较高 一支是天狱跟九七 其他全部清一色都是低价股 那不就是小鬼当家吗 好 第二个 如果大盘进入量缩盘整阶段 小新股一定是当到的 我信你们等着看 从上个星期四 星期五到今天 已经印证给大家看了 因此我的操作策略上 我开始做调整 我不分族群 钢铁 航运 纺织 这支生计我告诉大家 都可以操作了 基本上来讲有专就跑 你看今天就有两支生计股 中方群你看信辉 有没有看到 对不对 信辉就涨停 信国也是 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 已经开始有生计股在动了 来 选股上不考虑股价的高低 只要会涨就好 当然这个很笼统 500块的也是股票 100块也是股票 10块也是股票 所以第四点来讲的话 当然这个就是由我来分寸的调整 但是最主要就是因为要因应 大盘即将进入的一个盘整 那在上个星期 我已经很清楚告诉大家 目前来讲大盘 当然我不能说那些空投言论是错的 我先跟大家强调一下 这两天我听到 很多什么崩盘论都出现了 好 当然我觉得 我尊重每个人的意见 好不好 但是我告诉大家 我不认为会崩盘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不会崩盘吗 第一 半年现实还走洋的 你们知道什么叫 葛兰碧八大法则吗 好啦 葛兰碧八大法则 这个你也许你不认识 我也不认识 大家都不认识 因为这已经葛屁了 不能怎么叫葛兰碧 可是一个重点 如果你今天听不懂我讲的 麻烦你去台北市的重庆南路 去买一本书 去翻一下葛兰碧八大法则 它里面有一个重点 何谓多头 何谓多头简单的讲 当季线跟半年线 还在走洋的时候 这就是多头 好 解盘完毕了 什么时候变空头 当季线半年线下弯的时候 就是空头 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小心了 真的要很小心了 但是目前看起来 并没有这个情形 而且你看到动人还是非常的充沛 表示什么 表示现在市场上不死心的人 还是占大部分 有人听说一百万贪两百万 两百万病死百万 挖不贪到 那你说这些人怎么会死心 肯定还不会死心了 那既然这些资金 都还没有要撤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现在政府还在打房 所以我认为这些资金 也没那么快撤离 所以最坏的情况 大盘就是先进入盘整 为什么我说是最坏的情况 因为浅滩无大雨 如果大盘真的陷入这种 所谓载幅震荡 上下一千点的震荡行情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看起来有一千点的震荡行情 但是不见得这一千点的震荡行情 你们都赚得到 因为有可能那天股票 大盘大跌 你的股票是涨的 有可能那天大盘是涨的 结果你的股票是大跌的 都有可能 这就是在盘整的时候 伤透脑筋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 只要你的策略调整得好 然后资金调配得好 警惕不要追高 我个人的看法 基本上来讲盘整 不见得难做 大家懂这个道理吧 听清楚盘整不见得难做 不信你们等到时候看 我做什么股票 你们慢慢就可以得到验证了 我现在应该不用我多讲吧 你看万海 万海还没什么大涨 你看天狱不都刚好印证了吗 对不对 而且是我还是公开的 很多投资朋友都说 做什么股票 我跟你讲 看节目就知道了 这是YouTube上面截图下来的 这不是我自己掰的嘛 也不肯伪造的嘛 对不对 自己看了 这是我节目上截下来的 7月28号那一天 而且我是连续讲两天 我记得27号还是29号都会讲 持续的在讲万海跟天狱 你们去看 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到 就是说 就整个现在市场的趋势来看的话 既然小型股当道 那么我们的操作策略上 就一定要略有调整 否则的话 用原本旧的方法去操作股票 会死得很难看 你看连我都在调整了 那难道你们不调整吗 那至于怎么调整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告诉你 陈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免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陈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为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免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陈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哇 宝宝好可爱哦 谢谢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产检 希望我们的宝宝也可以顺利出生 哦 那你知道今年七月一日起 政府推动的扩大产检服务吗 扩大产检服务 对啊 为了妈妈和宝宝健康 产检次数从原本的十次增加到十四次 产检项目也增加认成糖尿病筛检 及平血检验 还有两次超音波检查哦 要定期产检哟 好 至于策略怎么调整呢 很简单 就是说 第一个嘛 最主要还是要维持我原本 一直跟他强调的 买在起账点的一个重点 只要你所有的股票 都可以把握一个起账点的切入点的话 后面能够赚多少 说真的 你就比较有办法 有一个调整的空间 打个比方来讲好了 大家知道前一阵子我做敦泰 虽然说我已经卖掉了 敦泰又涨 但是我觉得这倒无所谓 真的好业散没差几块钱 老瓜红坛还不散 这是一位微观的风格 有会员还在笑说 最好是你总是老瓜红坛还不散 结果都没有卖在高点 没有关系啦 我们手上还有其他的股票在赚嘛 对不对 何必那么执着在某一些股票上面 千万不要为了一棵树放弃整座申令 你看以敦泰来讲的话 你看我在216块这边开始切入 待会会买进 然后我们在290块 不对 我们是288全部出清 那整个波段的获利不多 大概就是三成多一点点 三成多一点点 这样懂了吧 好 那你看既然要买在起账点 那你就要把握 有没有看到在一个起账点的切入点 所以我在7月21号那天 216 218开始带会员买进 开始带会员买进 都是低阶 都是低阶 再来做对加码 是我一贯的风格 当整个敦泰的涨势符合 预期的时候 在230 233 在持续的通知会员 加码买进 然后在隔天 一样23号那天 253 255 只要资金还够了 一样会提醒会员 持续的加码买进 一直到这是隔日冲 26号那天做一个隔日冲 赚个35块的价差 可冲可不冲看个人 再来在27号那一天 我决定把这个敦泰 全部获利出清 定价288 定价288 我也没卖在追高点 价差赚了72块 就是说如果说你从第一笔 216块在那边进场 跟着我这样出 就是赚了一张赚7万多块 我永远都给你算一张 我不像有老师说 跟我赚一张可以赚7万 买10张可以赚70万 那你要看 是不是每个人都本市买10张 我不会这么讲 好 这个就是一个策略上的调整 那策略上的调整 那既然知道 现在大盘即将建入一个 比较横盘整理的当下 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到一个重点 懂吗 我们所锁定的都是以偏向 一种中小型的股票为主 中小型的股票为主 打个比方来讲好了 大家我们再拿这一份 这个航运股的这个交战手则 如果你要拿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到 这一份交战手则里面我提到的航运股 有 我有提到万海 不错吧 你看我们今天又持续的逢低接 不敢说买在最低点 但是我觉得今天刚好倒一到季线的买点 倒是可以考虑成接 低接嘛 而且你看它这个MACD在缩缴了 在缩缴的情况之下 来很多投资们可能不了解了 缩缴的意义是什么 缩缴的简单的讲就是说 它会不会再跌 还是有可能会再跌 可是缩缴的好处就是说 有可能这边出现什么 跌式趋缓 那既然跌式趋缓 又刚好打回到季线 当然可以低接嘛 那在交战手则里面 大家有没有印象 我上面点名的意思 股票叫什么 它就符合了我要的什么 资本而小 股价低啊 可能你会说 可是最好是这样 连智性都没什么大涨啊 我们低接啊 它虽然没什么大涨 还没大跌啊 就一样就在33块 这附近上下震荡嘛 这个就符合了 我要的小鬼当家的概念 懂吗 一样做航运股 我也是选里面 股价比较低的 一样做钢铁股 我选的也是股价 比较平易近的 我们不要讲最低价啦 你看像我小鬼当家第一站里面 这一档 这个就是我待会也买进了 这是小鬼当家第一档 它是 也是钢铁的喔 可能很多投资人想说 真是无法想象 最好是会做钢铁股 没办法啊 也是被逼的嘛 谁要现在大盘 要进入盘整 那进入盘整的当下 那我怎么办呢 我只能策略上去做调整啊 对不对 也许我十手IC设计也没有错啦 我这么讲好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稍微分散一下 毕竟IC设计现在低档的很少啊 你说现在在来买 你说现在在来买金豪科 你能赚多少 你说现在在来做敦泰 你能赚多少 目前来看起来 大概就只剩下敦这个天狱 比较有空间 问题是股价贵啊 不是每个会员都买得起 一张三十几万的股票嘛 就算你融资也要十几万耶 对不对 所以我要考量的点 跟你自己的那个点是不一样 我们就去思考就是说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选股票 可以带会员持续的创造获利 这个才是我现在在思考的问题 那了解吧 所以为什么要推出一个 小伪当家作战计划 原因就在这里 好 对于这个作战计划 有兴趣的投资朋友呢 也都非常欢迎 你可以利用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扫码 来跟周老师进行一个联系 那当然你也可以利用我们的 这个线上的咨询电话呢 跟我们的助理做个联系哦 好 有任何不了解不清的地方 都非常欢迎你来电洽询 节目的最后 有一支所有的投资朋友呢 插头顺利 我们下午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陈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代金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陈东东部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东部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陈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陈东东部三大保证